非常开心又可以跟大家再度的见面 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王叫冠瑶 冠军的冠瑶孙的瑶 今年27岁 我的阿公呢 给我取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名字 但是呢 对我小时候一点帮助都没有 好在遇到了爱多美 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么呢 在三年前了解了爱多美 那么三年后的我呢 现在一个月平均的收入呢 是三十几万块钱 而且呢 也透过爱多美这么棒的事业呢 完成了我所有的梦想 而且也可以这么说 简直是超越我的所求所想 我从来没有想过 经营爱多美这个事业 可以让我到新加坡 可以让我到美国 到加拿大 上个月呢 因为透过爱多美这么好的平台 我去了美国 去了加拿大 那在出发之前呢 其实我很担心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我怕呢 我的英文讲得不够好 但是我突然想到 我是去讲华语研讨会的 所以呢 我的英文好不好 其实跟那边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全世界啊 各地啊 通通都是华人 那我又担心一件事情啊 从小到大 没有坐过这么远的飞机啊 我在飞机上面啊 实在是怕非常的无聊 而且呢 我在想啊 那到底能不能洗澡呢 好 这个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太多了 在飞机上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异常的兴奋 很简单 其实一点都不远 很多的伙伴都说 冠阳去美国去加拿大很远吗 很辛苦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辛苦 因为飞机不是我在开的啊 我只要坐在那里 时间到 人就到了吧 那么我在飞机上面看了四部影片啊 我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享受啊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哦 可以让我把一年的扣打都用完 花在四部影片上面 我感觉非常的幸福 但是呢 同时我的伙伴在台湾 在各地呢 还是非常认真的在分享 我觉得这整个是梦幻的事业 在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 在我们在搭交通运输的过程中 但是我们的事业依然不断的在发展 那么很多的伙伴 我真的觉得爱多美就是充满了爱 在我出发前 我得到很多伙伴的祝福 跟伙伴的关心 我只回答他们一句话 你们不用担心我饿死 因为看身材就知道 我自己会找东西吃 那么这一次回来的时候 真的很奇怪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看我肚子啊 就是我好像变胖了才符合你们的 我的期望 所以果不其然 我又带着三公斤回来啊 我把满满的祝福 满满的食物都装到我的肚子里面了 这时候我的伙伴就会有时候有些 有时候他们就关心我 哎怪咬你再这样胖下去怎么办 其实爱多美真的完成了我所有的梦想 因为我也知道越来越胖这件事情 但是呢 如果以前我是一个上班族 我是请不起健身教练的 但是我请了一个健身教练 我去了健身工厂 我说把你们最壮的教练给我请出来 因为我再这样子下去不行了 哈哈哈 每个人都不断的提醒我 但是我觉得爱多美简直太幸福了 不管是事业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 都有很多的事情协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在这个旅程的过程中在这18天里面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而已 我该如何变得更好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爱多美带给我的爱 它改变了我的生命 所以同样的 每一次上台的分享 我都是用百分之两百的力量 我希望在场的伙伴 每个人都可以成功赚到钱 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点很有趣的想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最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关佑你到底要不要交我女朋友啊 考虑一下我女儿吧 但是好在我是基督徒 大家都知道我怎么回答 因为我们不能伤害到女生的心理嘛 毕竟我只有一个而已 我都会回答说 我回去跟我的主祷告看看 有答案我再回答你 所以真的 爱多美这个舞台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不是只有年轻人而已 是属于每一个年轻的心的人 如果你渴望要成功 爱多美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每个人都是非常珍贵的 你的背景来到了爱多美 都会让你在这个讲台 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发光发热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主祷告 让我们的董事长身体更好 让我们皇家俱乐部领袖俱乐部 跟在座所有的领袖 身体越来越好 越来越强壮 因为我们都是爱多美的一部分 我们是爱多美的资产 我们要走董事长的路 我们要帮助更多的家庭 而且我觉得在国外 其实我心里最想呐喊的是 台湾No.1 所以英文不用好 回这一句就够了 那接下来的奖金制度呢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都知道爱多美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业 相信大家在昨天也看到了我们的公司介绍 产品的介绍 那么爱多美为什么值得经营呢 因为呢 全世界啊 有三个非常赚钱的行业 第一个行业呢 是军火 第二个行业呢 是毒品 那么军火跟毒品 不是一般的伙伴 一般的朋友 可以从事的行业 但是呢 有一个这么好 天大的行业 跟在座的朋友 跟你跟我息息相关 就是我们家里的生活用品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从我们阿公那个年代 到我们的父母辈 到我们的子女 不管家族的贫贱富贵 每个家庭都是要使用生活用品的 也可以这么讲 生活用品是每个家族的负债 但是如何把这样子的负债 透过一个优质的平台 转换为资产呢 来到爱多美 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现场的伙伴 最优质的生活用品 在哪里买呢 爱多美 没有错 爱多美绝对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爱多美啊 结合了所有的传统跟 传直销通路的优点于一家 所有的优点于公司 于爱多美 我们的商品呢 有实体店面的品质 百货公司专柜 优良的品质 但是我们同时拥有大卖场 平易近人的价格 同时我们有网路购物的 方便性跟便利性 再来呢最有魅力的地方 我们有组织行销倍增的魅力 所以品质 价格 便利性 组织行销 人数 家庭的倍增 统统都集结于爱多美 所以在我们公司有这么一句话 绝对优良的品质 绝对低廉的价格 过去的经验是什么呢 如果你想要吃到好的东西 你想要好的服务 那么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金钱 才能享受到好的品质 好的商品 但是在爱多美啊 恰恰相反 我们的商品的品质 一样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同时又非常厉害 非常有竞争力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于啊 我们的商品非常的便宜 所以简单的讲 我们可以用路边摊的价格 但是享受到高级西餐厅的餐点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所有的伙伴 真的要多多的使用我们公司的商品 那么爱多美啊也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呢 很多刚加入的伙伴都有一个疑问 没有从销 没有业绩压力 没有责任额 那么爱多美到底要赚 怎么赚钱 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 到底可不可以赚到钱啊 其实啊这个魅力在于这里 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个关键的秘诀是什么 爱多美的商品 不是比其他的公司好一点点而已 不是便宜一点点而已 我们的品质是非常的好 价格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爱多美是一家真正把市场还给消费者的公司 我们的客户我们的消费者 买多买少自己决定 我们完全没有给我们的经营者任何的压力 所以啊很多的朋友反而觉得 哇怎么这么的好 这么的棒 这么的自由 发自内心的喜欢爱多美 这就是我们爱多美 可以从百大的34名 快速要进到12名的关键跟秘诀 在我们的董事长的理念也好 跟数据报章杂志的数据都让我们看到了 这样子的理念是可以发起非常多的人 去响应爱多美这么好的企业 那么有一句话也是非常的重要 在爱多美齐心协力 所以其实我们爱多美的伙伴就像我到了国外去分享 很多时候国外的伙伴都不是我的团队 那么一开始没有我的团队 但是很神奇的透过爱多美的制度 特别是我到了多伦多的时候呢 哇我竟然来了十几位的伙伴 这完全都是在我的想象之外的 所以很多在我们没有成功之前 爱多美海外的贵宾成功者 即使他在台湾没有伙伴 他们还是一样很热情的来到了这里 为我们做了一个分享 所以在爱多美里面 只要渴望成功的伙伴 我们有非常多的系统 协助大家在这里获得成功 首先我们可以在图片上面看到 三个非常重要的系统 这也是渴望成功的伙伴 会问在座各位的一句话 我想经营爱多美 但是你如何帮助我成功呢 你要给我什么样的工具呢 大家有想过吗 只是一起团购商品就成功了吗 没有其他的吗 有学习的地方吗 有的 这些系统的架构完全都不需要各位 劳心劳力去完成 爱多美通通都帮我们做好了 你只要人进来就可以了 我常常跟我的伙伴分享 如果今天我在你的家里 跟你分享爱多美 那么你看到的就只有我跟你而已 我们两个人 再加上你旁边可能电视开着小孩跑来跑去 吵啊 叫啊 除非是非常有远见的人 不然你心中的爱多美 就在草根叫之中 很可惜的把这样的机会丧失了 所以常常把机会变成了误会 如果你渴望更多的了解爱多美 我们全台湾有非常多的教育中心 不怕没有地方学习 你应该到教育中心来 来听一下我们爱多美的说明会的 我们有非常多优秀的讲师 更进一步的你应该到研讨会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县市 该地区周围所有县市 最棒的经营者 因为他们有一个概念 要成功 要赚大钱 绝对要进入系统 更进一步的你应该参加成功学院的 现场的朋友 访问一下大家几个问题 有人是为了赚2000块钱来的 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好吗 没有 为了赚2万多块钱来的 有吗 在爱多美 没有 最后一次了 在爱多美你是要赚2、30万的 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好吗 我要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 赚2000多到教育中心就可以了 因为你可能推荐了两个好朋友 他们愿意消费 你时间到钱就领得到 如果你想要2、3万 你必须一定要参加我们公司的研讨会 一个上班族 周休2日每天工作8小时 责任志 一个月2、3万 你在爱多美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却有2、3万 真的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 分享进入系统 在爱多美就是做这几件事情而已 那么更进一步的是参加成功学院 跟出国去看一看 台湾真的是太幸福了 美国加拿大那么大 你一天要找伙伴 你可能只能找一个跟两个 因为很多时间你在开车 在这个路途上面 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好 我们台湾非常有竞争力的 这一次的出国都有的体会 真的是非常大 我觉得台湾的朋友太幸福了 所以每个人没有道理 至少钻石玫瑰 星光大师是没有问题的 每个人在台湾真的优势太大了 到处都是人 而且台湾有非常多国外的朋友 有居留证就可以加入了 真的非常的幸福 所以我们要多一点 善加使用我们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在我们的公司 今年有159场的研讨会 每个月都有成功学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爱多美最强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会看到爱多美真正的成功者 所以鼓励所有的伙伴 一定要坚持不断的参加我们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那么有几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的原则中心 我们是禁止囤货的 那大家也看到了爱多美持续的在进步 跟着会员 跟着所有的人一起在进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用最便宜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爱多美的商品了 平均四组的之前还要团购 可能有些伙伴还在揪团 但是现在每个人只要进入自己的系统 就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价格了 同时也解决了很多网路上面 在私人网站贩售的问题 私人网站的贩售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那么现在爱多美多么简单 50块钱自己加入买到最便宜 公司又给你满意保证 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 协助大家的公司在做的 那么第二点呢 当然是禁止抢线跟跳线 这个是大家心里都知道的 在爱多美 每个人都一定会赚到钱 但是赚钱跟做爱多美 经营这个事业的时候 每个人就是领导者 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我来说品格 品格是最重要的 一旦品格没有了 那么再多的钱 其实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还有一句话 我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爱屋即屋 如果一个领袖 他不断在做坏的事情 大家想想会不会 危害到自己的伙伴 这个领袖到处坐了 惹了闯了很多的货 他的伙伴会好意思说 是谁介绍我进来的吗 一定会不好意思讲的吗 所以在经营这个事业的时候 其实爱多美事业很大 但是也很小 大家都会彼此互相认识的 我们希望的是 良善的经营这个事业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不该做的事情 在爱多美都不要做 公司也会非常严密的 来看这些组织 好那第三点是什么 当然就是禁止网络的贩售 跟自制DM 没有经过公司允许的资料 如果会员一旦的发布呢 这个罚钱或出了问题是罚会员 不是罚公司的 所以希望大家共同来维护 爱多美这么好的公司 好那爱多美事业非常的简单 首先加入了多少钱 50块钱的公本费用而已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朋友比喻是什么呢 爱多美就像一个大卖场一样 今天我们走进去大卖场 有在付门票的吗 没有嘛对不对 我们可以进去大卖场看我们任何想要的东西 一样的来到了爱多美 加入爱多美 你可以来看我们公司的制度 理念 商品 信心怎么来的 我常常在分享 信心来自于充分的了解 如果你觉得听一次爱多美不够 你可以听10次 听20次 当你真心觉得爱多美很好的时候 来用看看商品 来了解看看公司的文化 理念背景 你会觉得爱多美非常的好的 所以完全都是自由的 加入非常的简单 50块钱的公本费用而已 那么加入之后呢 每个会员都会拥有一流的系统平台 在我们的系统平台有右上角呢 有世界各国语言的版本 来协助我们 台湾的朋友 外国的朋友 了解爱多美这个事业 那么同时呢 加入之后呢 只50块加入 有这么好的平台之外 所有在上面的商品 都可以享有最低的价格购买 非常的幸福 后台系统又有非常多的影片 来协助大家成长跟学习 那么领奖金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只要是会员 你就可以领奖金 那么如何维持会员资格呢 一年只要买一件 爱多美需要的生活必需品 就可以了 举例 今天呢 想吃拉面 那买拉面 我们的会员资格 又自动再延续一年 那么牙膏牙刷用完了 买牙膏牙刷 非常简单的方式 所以除非故意不想当爱多美的会员 不然每个人啊 一辈子都是爱多美 最好的库克跟消费者 那么很多的朋友会有一个迷思 加入爱多美 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 我到底要不要认真做 我要不要辞职 我不要专职 我要不要全心投入 我都跟我的朋友说 你想太多了 你就只是先换个商品 使用看看 爱多美就是你的生活 它不需要牺牲你什么的 它可以很好地融合在你的生活中 我们只是先试看看 用看看 爱多美的商品而已 所以那么爱多美的优质商品 到哪里买呢 就是透过我们台湾公司的官方网站 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平板 我们的电脑 就是我们云端的超市 我们不需要为了爱多美去开家店来绑住自己 我们带着手机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呢 它需要订购什么商品 手机点一点 按一按 商品满1800 就会配送到每个消费者的家里 免运费 如果未满1800呢 也可以到教育中心去取货 所以啊 网路的事业 真正大的事业 一年365天 我们都可以去订购跟经营爱多美的事业 那么爱多美最幸福的地方 很多的伙伴听了之后就觉得 哇这个公司太好了 我想要经营 我想要做 但是该怎么做呢 大家都知道爱多美跟一般的船直销公司不同 可是出去讲的又很像一般的船直销公司 有一个大哥就跟我讲了 关雅你每次讲制度啊 我都觉得钱啊 在空中飞 但是掉不下来 我出去讲10个 19个 有一个看到我 远远看到 马上就跑了 因为另外9个都跟他讲我的坏话 那么呢 其实爱多美是这样子的 大家来体验这样的感觉 如果我们是朋友 我跟你说 哇我跟你讲一个全球最新的商机 韩国的公司 两条线的 无限单 你证件存折 赶快加给我 早点卡位 早点赚大钱 有没有像船直销 哪一家公司会说他自己的坏话 每家都说他很好 每家都包得很漂亮 爱多美是外面很漂亮 里面也很漂亮 但是如果我们再换一个感觉 我们今天过去的船直销是什么 我们都在想 到底谁适合经营 他长得很漂亮 所以他适合卖保养品 他过去做过组织行销 所以他一定会带团队进来 常常这样子想来想到最后啊 干脆不要做好了 因为好累哦 但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观念 在座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脸 都有牙齿 可不可以用我们的洗面乳 可不可以用我们的牙膏牙刷 这都是非常生活化的 所以问大家医生律师 可不可以加入爱多美 可以 一般传统的观念是什么 医生律师老师高高在上 他是不需要爱多美这个事业的 但是爱多美我们一直强调是什么 我们是消费者导向的公司 医生律师难道就不需要好的牙膏牙刷吗 也是需要的嘛 所以当你发现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爱多美商品的时候 你会不会跟弟弟跟妹妹讲爱多美 会可以给他们吃什么 吃海苔 那吃好吃要跟他怎么讲 叫你爸爸妈妈买 所以这个真的是有中心讲分享过 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就像夏天到了我很喜欢分享这个 我都精油贴不怎么贴 要贴就要贴到让人家看得到才有广告效果 所以我都贴到最高点 我都一路贴到脖子上面来 所以我出去的时候人家都说 你是手怎么 你是怎么了 哪有这么可怜 我说不是这是我在卖的 所以这是不是无形中就给了我们机会 所以董事长一直强调的是什么 要真心的分享跟使用我们公司的商品 是非常重要的 我再跟伙伴补充一点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不要再一直找那么厉害的人了 我们找普通一点的人 你常常去跟谁吃便当 跟谁买便当 你的保险业务人员是谁 你的房子跟谁买的 你的车子跟谁买的 你常常去哪里按摩 你常常去哪里消费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给别人 让别人赚钱 那这些老板 这些朋友难道牙膏牙刷买不起吗 所以我常常剪头发 我分享过 我一直在换发型设计师 所以每次发型都不太一样 因为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他在剪我的头发 我就一直跟他讲爱多美 那他不加入呢 我下次就换别家 那他加入呢 我还是再换一家 因为我总觉得爱多美 美髮事业不能做一辈子 但是爱多美可以做一辈子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必须要在 有限的时间帮助多一点的人 爱多美从你生活周边就可以开始做起了 我觉得这是爱多美最迷人的地方 所以当你觉得爱多美公司很好的时候 几个步骤提供给大家 第一个先体验我们公司的商品 第二个分享 分享 去想一下谁需要好的贴布 谁需要我们公司的益生菌 谁需要我们公司的牙膏牙刷 不是找人 是发自内心的去想 爱多美的商品 可以帮助谁 自己先使用了有信心 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第三个步骤才是加入爱多美的会员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常常做一个比喻 分享给我的伙伴 大家体会一下 冠有单身三年了 假设今天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 气质非常的好 请问一下我可以开口第一句就跟人家说 这位漂亮的小姐请问一下你要跟我生小孩吗 应该人家会说你变态下流吧 那么我们再换重新再来一次 我觉得这个女生非常的漂亮 气质非常的好 我们第一个步骤该做什么呢 你好我可不可以跟你交个朋友 你的赖可以给我吗 这是不是第一个步骤 我要到了赖我才有机会去跟他看电影 去吃饭 这个女生或许才有机会变成我的女朋友 变成女朋友的时候是不是才有机会组一个家庭 才有机会生小孩 所以这个是有步骤的 那么我们每次逢人就说你要不要加入会员 你要不要参加赶快存折证件交出来 是不是就跟我举例的意思是一样的呢 难道有女生碰到男生很帅就说 你要不要娶我第一次见面 应该不会这样子吧 即使条件再好也会让人家觉得 我这诈骗集团吧 这么恐怖有目的吗 有企图吗 所以爱多美一步一步来的 那么最后送大家一个口诀 经营这个事业太简单了 所以走出去讲出来把钱收回来 因为制度实在太简单了 很多都是观念的问题而已 当观念通的时候 所有的制度都不是问题了 那么在奖金制度方面呢 所有的朋友透过认真努力最快速可以领到钱的地方 就是我们爱多美的第一笔安安智组织奖金 跟我们第二笔的领导贡献奖金 那么领钱之前了解一下爱多美的组织架构 我们是双向制的 双向制呢也是透过研究呢 最快速可以成功的制度 那么最有魅力的地方在哪里 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最有魅力的首先第一点 爱多美的组织架构是无限带的延伸 在座的朋友你只要满足商品分数 1万PP以上就可以拥有无限带 无限带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排的朋友会不会为我们带来 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的朋友 甚至是最后一排的朋友 所以在座的朋友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 他可能为你带来更多更多的消费者 美容师的朋友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美容师 那么开计程车的司机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开计程车世界的朋友 那么他有没有可能载到贵妇 他有没有可能载到一个大老板 所以你的组织架构里面的形成团圆 就不断的在改变了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无限带是看不到尽头的 同时呢 爱多美最棒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不是只有做台湾而已 台湾有2300万人口 但是全球呢有70亿人口 昨天呢跟副社长领袖开会的时候有讲到 爱多美预计在明年总共会有12个落地的国家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市场 越南 泰国 墨西哥这些国家等着在座所有的朋友去开发 无现代 无国界 就像我举的例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加拿大跟美国 因为太远了 我觉得台湾好好做就好 但是组织往往就是这么的神奇 你的伙伴无形中延伸到了新加坡 延伸到了加拿大 他可能是隔壁邻居妈妈的儿子 在加拿大练书 你的线就到加拿大去了 他可能比你对赚钱更有敏热度 他可能比你更喜欢爱多美的商品 所以我们的组织架构往往出现的 就是比我们更热情 更优秀的朋友 这才是会使我们成功的原因 无现代 无国界 一地注册 全球经营 无现代也代表着什么 看不到镜头 无限的延伸的 光这两点爱多美的组织架构 就会让很多人睡不着觉 同时我们的PV是全球连线的 你的伙伴在台东 在台中 在花莲 在消费的同时 我们在台南 在各地 在你住的地方 还是一样都累积的到PV 现在我们是白天 你的国外美国加拿大伙伴是晚上 他们一样也在买东西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他们一样也很热情的在分享 所以这么多的国家 特别是东协的国家 大家都知道发展得非常的好 所以搭着爱多美这班成功列车 我们轻易的就做了全球的事业 全球的市场 这是爱多美最有魅力的组织架构 那么领钱之前 大家要了解一下 怎么领钱 PV非常的重要 PV是什么呢 PV就是商品的分数 简单的讲 举例 我们公司的阿拉比卡黑咖啡 泡冷热都好喝 一盒460块钱 有几条 80条 喝一杯优质的咖啡 不到6块钱 同时公司又给我们 非常高的PV 3000PV 所以呢 任何的商品在爱多美 只要有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金额小 分数大 所有的商品都是有分数的 益生菌2万 黑毛蜜 2万5 六剑组 2万5 点数是非常高的 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那么PV呢 有两种PV 第一种叫做个人PV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个人PV跟团队PV 个人PV怎么来的呢 在座的朋友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啊 在还没有了解爱多美之前 是不是家里的生活用品 都去超市 都去大卖场买 是吗 那么买了这么多年 有越买越有钱吗 没有 很多时候是换点数 贴子 马克杯 换一些小小的商品而已 但是在爱多美啊 它是换大大的改变 你人生的机会 过去消费那么多年 没有赚钱 那么换到爱多美来呢 可能就不一样了 大大的不一样 一模一样在消费 举例给大家听 一样都是在买洗面乳 今天换到爱多美来买 品质更好 价格又便宜 同时呢 又有多少PV 2500PV 所以当我们换的地方 在使用我们家里 生活用品的时候呢 PV就不断的在增加 所以不用做 你在消费 就是在累积你的会员等级了 今天你买四支洗面乳 1万PV 后天呢 买四盒黑毛衣 11万PV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概念吗 生活中我们最常遇到一种人 出去分享爱多美 他怎么跟你说 我不想加入用你的买 这样可不可以 你帮他买那点数是谁的 自己的 在座各位的 所以我们帮人家团购 帮人家代购 同时我们又享有分数 他不加入也没有关系的 但是买久了会不会觉得 哎呦 我看你记点数记得蛮快乐的 我也来一起记一下好了 这当然就是我们希望的事情 所以点数啊真的 只要是生活用品 不断的消费而已 我们就不断的累积 非常的简单 所以每个人到最后呢 我们都可以从图片看到 每个人都可以是最高等级 240万PV的会员 那么新朋友就有一个疑问啊 那是不是买多一点会赚多一点 不是的 大部分的朋友建议在30万70万PV 我们就可以透过努力 两三年领超过公务员的薪水了 最重要的 自己买没有用哦 还要分享 分享帮助我们朋友 所以240万PV代表什么 很会买很会卖而已 但是不一定会领到很多的钱 再来个人会员等级补充一点 非常棒的地方 永远有效 不会归零 所以假设你今年在爱多美你的家庭总共消费的是70万PV 那么你永远就是70万PV 明年呢 总共消费80万PV 那么你永远加起来就是150万PV等级的会员 所以不需要加入一口气就买一大堆的商品 不需要 有缺再买 用完再买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所以呢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 不同等级的会员有可能领到不同的奖金 符合这样子的资格 那么我们来用一个图来举个例子 在座的朋友呢 假设你是最上面的那一位 你是最上面的 你也可以想象呢 我代表你 你站在这里 你会有自己的左团队跟自己的右团队 那么我们怎么领钱呢 首先第一点 个人满足1万PV以上 就符合领钱的资格了 同时你的左区右区 无线带还记得吗 无国界 所以在我右手边这么多家庭的代表 每个家庭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牙膏牙刷洗面乳 披霜症 益生菌 我的右手边这么多家庭 所有人加起来 只要有30万PV 我的这边右手边的伙伴呢 左边30万右边30万 所有人加起来不限时间 你的伙伴包含说 你介绍人安置给你的 通通都是你的团队分数 左边30万右边30万 公司就是要一并要把这笔钱给大家 所以不限时间的非常简单 那么自己个人1万 左30万右30万可以领多少钱呢 可以领奖金大约750块钱 那么有没有领更好的方式呢 有的 成为我们爱多美的爱用者 不限时间消费到30万PV 爱用者呢 公司回馈更多 一模一样的事情 左边30万右边30万 我们可以领到奖金 大约是2250块钱 那当我们领到奖金的时候 团队分数才会归零 那还记得吗 个人分数会不会归零 不会 那么我们是拿着团队分数 换了奖金嘛 那么所有的家庭 在持续消费 下次又有奖金上来 我们又可以再去换 2250块钱 所以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制度 每个人透过努力 都可以在爱多美领到奖金 你越努力 就领越多 那如果比较懒惰一点 就领少一点点而已 那么我们第一笔奖金制度的精神在哪里呢 精神在这里 即使我们能力再好 条件再好 最高一天就是4万5千块钱 左边5千万 右边5千万就封顶了 一个月在第一笔奖金 117万 所以两三年前很多总长 天天4万5 现在还是4万5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董事长说过了 爱多美要创造的不是一个亿万富翁 是一群的百万富翁 爱多美是保障所有基层领导者 最高最多的一家公司 每个人透过努力 都可以达到约年薪百万的目标 这是绝对可以的 所以我们每次的晋升 都会有一次性的奖励 大家昨天也看到了 我们销售大师 钻石大师 三年前我也是在台下帮人掌声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而且得到这么多的祝福 相信一样今天在座所有的伙伴 我们只是先走完这个过程而已 每个人有一天 这个舞台是属于大家的 你也会接受所有人的喝彩 跟所有的奖品 所有的丰富 所以当你有没有看到不同的玫瑰大师 星光 皇家大师 送车子 送奖金 海外旅游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常常被伙伴问 官友你收入多少了 你怎么样了 如何生玫瑰什么 我觉得这些都很好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想问伙伴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不能一辈子都在帮别人掌声 我们也要为自己掌声 为自己鼓励 自己 还是自己人生生命的主人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你有了这个目标 你要当销售 当钻石 当玫瑰 是不一样的 你必须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也进爱多美 三年没有女朋友 但是三年之后 有交不完的女朋友 但是还是一个就好了 好的 最后呢 帮大家整理一下 为什么爱多美这个事业值得经营 首先第一点 爱多美所有的商品 都是功能性的 都是特别的 相信大家有用过产品就知道了 产品都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特别 再来第二点是什么呢 我们卖的是生活日常用品 是每个家庭都需要的 不需要你学一大堆的专业知识 不需要你很会讲话 因为我们产品自己会说话 再来第三点是什么 我们公司的产品品质 非常的好价格 非常的便宜 我们也可以说是平价 每个人都消费得起 再来第四点是什么 回购率非常的高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一家公司没有要求你业绩 没有要求你责任而 但是却不断的在成长 所以我们的回购率是发自内心的 再来公司的背景 韩国的原子力研究院 世界的美妆大厂科马 所以我们是一流 我们跟一流的公司在合作 我们的背景很硬 背景很强的 加入爱多美 你不是你 你代表的是韩国的原子力研究院 你代表的是科马 你代表的是爱多美 这一流的企业 所以要更有信心的去经营 那当然我们看到的是 经过我们世界各国公司调查 退货率真的非常的低 所以不要一直担心 我朋友不喜欢怎么办 因为所有的数据都告诉你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消费者 非常喜欢我们公司的产品 最后的分享 带现场的所有的伙伴 做一个有趣的活动 这个活动非常的简单 我说准备的时候 你借我你的双手就可以了 那么我会开始数 一 二 三 听到三的时候 拍手这样可以吗 可以 那我们就直接来了 准备借我你的双手 一 二 我没有说三 再来一次 拖刀下课时间 所以大家没拍好 好 再来一次 一 二 最后一次了 要听到三 一 二 三 这个活动是什么呢 记住 记住 大部分的人 只相信自己看到的 但是不相信自己听到的 而且常常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上面 会犯一次 两次 甚至是三次以上的错误 今天爱多美来了 让你看到了 让你听到了 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会改变我们的人生 所以现场的伙伴你们想要成功吗 想要 是想要还是一定要 可以 祝福所有的伙伴 登峰相见 谢谢